把这段话送给你们 朋友成全不如自己一个 我懂你的好虽然爱上 可惜你不懂我 我怎么努力去迎合 也始终走不进你的心里 我在乎你 心疼你 你却无动于衷 用冷漠回应我的好 我也只能承认自己不小心爱错的人 以其委屈求全 还不如及时转身 也让爱你的人也伤得心 你要相信 总有一个人会懂你 很多时候寂寞了 找不到人说话 困难时没人分忧 只能一个人默默自己扛 其实你明白 同我成全 不如自己一个 一个人的清晰 在心里挤压得太久 只是想一个人说说话 能知你的冷暖 能懂你的悲欢 世界上最棒的事情 莫过一个真正懂你的人 与你分享生命的美妙和感动 和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说话 是一种折磨 和一个喜欢你的人说话 是一种快乐 和一个不懂你的人说话 是一种无聊 和一个懂你的人说话 是一种减压 更是一种舒适的安全感 天天见不见面不重要 重要的是心里有你 有钱没钱不重要 使得为你花钱 才最重要 人怕伤心 树怕伤根 柠檬感觉叫懂 懂你的人 会用你所需要的方式 去爱 而不懂你的人 会用他所需要的方式 去爱 慢慢的 你会感觉压抑 感觉被控制 两个人的世界 往往懂比爱更重要 也更加实在 懂是一种 简简单单的感动 懂你的眼泪 给你最暖的安慰 深知你的疲惫 做你坚强的后辈 最好的感情 莫过于深知于我的不义 我知你的不弃 真正的懂得 不用说太多的话 不用刻意地讨好你 有时 简简单的一个微笑 真正的懂 不必过多地解释 有时 只需要轻轻地一个呼唤 因为懂 所以包容你 所以同心 在懂你的人面前 你可以卸下伪装 做最珍惜的自己 经历的越多 就会发觉 身边很少人能懂你 你的选择和坚强 在有些人眼里 却成了笑话 其实你想要的 并不是他们的认同 只是希望他们能懂得 自己所做的事情 都是发自内心 他们可以不认同 但请不要伤害别人的自尊 懂你的人难寻 一个 也就足够了 他不需要有好看的外表 也不需要甜言蜜 只需要一颗懂我的心 我必珍惜到永久 好了 我是宇峻 感谢你的收听 点关注 我们下期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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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